台灣人對依法行政這個概念有點執迷 這是曲解了依法行政的概念 那其實依法行政 你可以進一步追問 你到底依的是什麼法 行政命令嗎 還是法律 還是憲法 還是比憲法更高 或者憲法所預設的一些基本原則 舉例來講說 我們講說比例原則 你今天看一看我們的法律條 你看不到比例原則這四個字 它是憲法裡面所蘊含的基本原則 那可是我們看到這幾天 這十天來政府的論述 經常講依法行政依法行政 甚至用某種似是而非的框架 去框陷出所謂的暴民 他在他所設定的框架之下去定義什麼這個暴民 那當所以當各位在媒體看到暴民或暴力這個概念的時候 你可以去追問一個問題就是基於什麼法 基於什麼概念你稱它為暴力 並不是所有的暴力都是不正當的 例如我們普通我們剛才講過 那我們等一下再請我們的陳老師 陳教老師談一下 我們各位這十天幾乎每天都被這次的新聞轟炸 每天你在你的Facebook跟你的朋友同學在辯論 你每天打開電視機幾乎全面都在談論這次的活動 當然這是一個好事 代表我們全民開始有意識開始覺醒 認知到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 對台灣未來的命運對來的前途是非常決定性的一件事情 那可是我們也會發現 我們接收資訊的來源開始不一樣 我們不只是打開電視機看 我們不只是翻開報紙翻開雜誌來看 我們開始從臉書開始從Twitter 在台灣比較不流行 我們開始從公民新聞的網站 開始從種種的獨立媒體吸收我們的資訊 那我想請陳順教老師 他對於媒體的倫理的表現 長期有長期的研究 我想請他分析一下 這一些傳統媒體跟我們現在的新興媒體 我們的獨立媒體 我們的公民新聞 還有所謂的社群媒體 他們的表現如何 謝謝 在直接回答這個問題之前 請容許我把時間拉回到1948年 1948年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19條 它裡面說 每一個人都有權利通過任何的媒介 去採集傳遞跟接收資訊 那這個第19條後來變成兩公約 然後也就是說它也變成我們的法律 那這個第19條對我們有什麼意義 它告訴我們是說 新聞的採訪報導以及接收 是每一個人都有的權利 這個不是大眾媒體獨有的權利 是每一個人都有 為什麼這個權利在過去幾十年裡邊 我們幾乎都失去 因為在大眾傳播時代裡邊 我們如果要做一個媒體 那是要幾億幾十億才有辦法做的 所以法律上我有這個權利 可是實質上我沒有錢來辦這樣的媒體 我也沒有時間去做那樣的採訪 所以在這個時候大眾媒體就出現了 大眾媒體它基本上出現 它辦的一個角色是說 那我來做人民的代表 我來代表人民實踐這樣的採訪 接收跟傳遞資訊的權利 尤其是採訪跟傳遞資訊的權利 所以我剛一開始才是會說 大眾媒體它扮演的是一個 類似代議政治的角色 那我們事實上是一個代議的 一個傳播權的一個角色 好 那大眾媒體它代表公民 來做這些採訪跟傳遞資訊的工作 所以我們給它很多的新聞自由 給它很多的新聞自由 那這個新聞自由你可以發現 在民主國家的很多權利的取得 常常要嘛來自選舉 要嘛來自國家考試 我因為選上立委可以 所以我可以諮詢行政院長 我因為考試然後當上法官 所以我可以判以前的總統 無期徒刑 可是你會發現記者 他既沒有經過國家考試 也沒有經過選舉 那他憑什麼去做 去進到很多我們不能進的地方 憑什麼是說 立法委員無權去諮詢總統 但是在記者會上可以問總統 因為他是人民的代表 我們希望一個國家裡邊 有一些人民的代表 他不是不需要經過選舉 以免滅蜀 他不需要經過國家考試 以免是說 像剛剛提到 依法行政是說 他應該能夠去更宏觀的去看這件事 所以我們因為這樣 就賦予大眾媒體這樣的新聞自由 新聞自由 好 那所以請各位注意說 這個大眾媒體的新聞自由 他不是大眾媒體的 他是全民的 只是我委託他幫我行事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大眾媒體能夠善盡社會責任 他做好他的報導 提供我們民主政治所需要所有資訊的話 那會出現雙贏 大眾媒體可以贏得尊敬 他也可以賺錢 那我們只要打開電視打開報紙 我們就接收完整的資訊 然後彼此就皆大歡喜 可是事實上 在這個傳播權力 以及代議新聞體制實踐的過程裡邊 你會發現 大眾媒體他越來越大 大到創辦一個媒體要幾億幾十億 一般人根本沒有辦法創辦 創辦這些媒體能夠創辦的 要麼是政黨 要麼是財團 或者是他從小變成一個媒體的一個集團 這樣一個媒體 在過去的建議時代 我們只有兩大報三家電台 跟一個中廣時代裡邊 他們每年可以賺幾十億 但是問題是 進入到現在 包括有限制的開放 尤其到網路崛起之後 大眾媒體他開始沒落 因為整個市場開始區分 比如說現在電視新聞 收視率如果能夠破百分之一 那就可以開香檳了 但是百分之一絕對不是大眾 好 那大眾媒體 現在等於說大眾已經開始逐漸的瓦解 可是大眾媒體他仍然要生存 他仍然要生存 他仍然要生存 他就必須要靠廣告 那他一年要賺幾億幾十億的廣告 那這個時候他就出現一個 吊詭了一個情形說 他本來應該是人民的代表 可是創辦的老闆 他基本上是富豪 是財團或者是 而且他有很複雜的政策關係 然後他另外又要依賴廣告 而廣告主也是財團 所以變成是說這些大眾媒體 就由財團跟政治人物跟政黨他所控制 然後他所反映的會是他們的利益 然後我們就看不到我們小老百姓的聲音 所以在這次福茂的事件裡邊 就媒體的老闆來說 他大多數因為他有財團 然後他在福茂的裡邊 大財團是有機會獲利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對他來說福茂是一件有益的事 所以他基本上看不到一些中下階層 一些弱勢者的聲音 然後所以在這個時候等於說 大眾媒體他變成是一個有錢人 有權有私人能夠經營 而且會有權有權勢人服務的一個媒體的時候 這個時候大眾媒體開始跟人民 人民距離越來越遠 然後他也辜負了當初人民所賦予他的那樣的一個權利 所以這個時候人民會開始起來辦自己的媒體 然後在戒嚴時代我們辦了檔外雜誌 我們後來辦了地下電台 辦了有線電視的民主台 然後到了網路時代 我們開始每一個人都能夠擁有自己的媒體 你可以用部落格 用臉書 用推特 用YouTube影片 來傳播你自己的媒體 然後整個傳播生態 開始逐漸改變 1948年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 所宣示的每一個人都擁有傳播權利的那個時代 終於來臨了 終於來臨了 我們現在可以開始來掌握自己的媒體 來發出自己的聲音 所以各位可以注意到 這將近十年來 臺灣一波一波的社會運動裡邊 公民的媒體以及公民自己報導新聞的角色 半年的角色越來越重要 然後這些角色 我們也許可以非常粗略把它分成三個階段 在第一個階段裡邊 人民要起來報導自己的新聞 那在這個階段裡邊 最典型的代表是2007年的時候 搶救熱生療養院 當大眾媒體都不願意去報導 熱生療養院這些院民 他的處境是什麼 然後發生什麼事 然後包括然後就堅持去報導 說政府要求強拆熱生療養院 然後包括當時的當時的文件會 曾經做過一個調查報告是說 評估報告是說 熱生療養院可以保留90% 然後不影響捷運的施工 媒體對這個完全沒有報導 那這個時候等於說公民就起來 自己去採訪當初文件會 參與評估的這些專家 為什麼熱生療養院可以保留90% 然後他們自己採訪 然後自己自己報導 自己報導 還自己把這樣的報導 以及專家的說法 畫成一個簡單的工程圖 後來甚至進一步是說 自己集資在蘋果日報登半版的廣告 然後整個社會才 注意到原來熱生療養院可以保留90% 並不影響捷運的施工 那這個影響非常大 那這個階段 是我們所看到的是說 當大眾媒體文力報導的時候 我們自己起來報導 來補大眾媒體的不足 也來抗衡大眾媒體的扭曲 然後到第二個階段的時候 我們不只是做報導 我們還加強的那個速度 這個時候 人民開始用網路的傳播工具 開始來做直播 開始來做直播 這裡邊最典型的是 2008的野草莓運動 野草莓運動 在第一時間大眾媒體的報導 是不夠的 甚至是扭曲的 這個時候幾個部落客跟學生 然後用網路的直播軟體 然後用簡單的鼻子電腦 就立即把現場的畫面 向全世界直播 而且還有中文主播 幫大家做解說 也還有英文主播 向全世界做解說 甚至在行政院請廣場 警方要驅離的時候 那是歷史上第一次 學生自己來拍被驅離的畫面 因為當時我在場 我就幫那兩位主播拿他的筆電 然後我們見證了當時 整個驅離的畫面 警方在驅離現場幾百個學生的時候 網路上有2600多人同步在觀看 那這個階段裡面是說 我們不只可以有自己的媒體 而且我的媒體可以跟你 最強的SNG來抗衡 你有SNG 我也有自己的SNG 我們可以直播軟體 直播所有的情況 這是在野草莓運動裡面 我們所看到 野草莓運動之後 我們在反對農村再生條例的時候 這個直播又進一步變成聯播 那個時候有三小媒體聯播 就包括苦勞網 環境資訊中心 包括我在福大經營的一個媒體 叫聲明利 我們就聯播一個立法院 談反農村再生條例的 一個公聽會的畫面 那這個時候人民開始 具有直播的能量 也就是說我可以報導 而且我的報導是即時的直播 即時的直播 到了這一波的太陽花學運的時候 你可以注意到我們進入到第三個部分 我不只報導 然後我不只直播 這個時候我還進一步去做知識轉譯 這個知識轉譯 就是我們這一次在太陽花運動裡邊 最多人討論的懶人包 懶人包其實它代表兩個東西 一個東西是化繁圍檢 第二個東西是深入淺出 也就是說 福茂是一個多麼複雜的議題 我需要有人幫我化繁圍檢 讓我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 另外福茂是多麼複雜的議題 我需要有人深入淺出的幫我做解釋 好 那平良聽說 這個化繁圍檢或深入淺出 是大眾媒體本來就應該辦你的角色 如果我們的大眾媒體散進角色 我打開報紙打開電視 它就是最好的懶人包 因為它應該化繁圍檢深入淺出 幫我做解釋 可是大眾媒體對這個沒有興趣 它只對衝突有興趣 它只對裸體、屍體、醜聞、緋聞有興趣 所以我們看不大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光明就只好自己來做知識轉移 所以你可以看到網路上做了幾十個懶人包 然後大眾媒體到現在的報導 還是相對不足 然後現在甚至於連中央銀行總裁 彭懷蘭都要自己做懶人包 那懶人包 有人說懶人包只呈現部分的資訊 所有簡化的東西 所有的報導 甚至所有的學術論論 甚至所有的評估報告 都不可能面面俱到 然後我們所需要做的是說 更多人幫我把資訊消化 更多人幫我去做深入淺出 化繁危險的工作 讓我能夠快速掌握這個資訊 然後我們再來彼此進行對話 彼此進行對話 所以從這幾波的學生運動來看 我們會覺得台灣的公民新聞 台灣的獨立媒體 在這個部分已經變得越來越成熟 它會自我演化 它沒有什麼財力 但是它可以自我學習 自我成長 然後我們現在所期待的 就會是獨立媒體跟大眾媒體 以及每一個公民所報導的公民新聞 這樣的力量能夠相互的監督補充 然後能夠相互相成 那這樣的傳播生態會比較健全 這樣的民主政治也會比較健全 好 那以上是我一個簡單的回應 謝謝 懶人包這種台灣的發明 最近成為污名化的標的 我們政府的官員說 懶人包就是給懶惰的人看的 但我們知道原始的意思不是一樣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我們想要把原本很複雜 很瑣碎的資訊 能夠精煉成為重要的訊息 那所以我們的央行總裁 彭花南他自己也推出個人版的懶人包 但是採取不同觀點也覺得 彭總裁你的懶人包也可能太懶了一點 沒有像忽略掉了政治的面向 你完全就是一個經濟的思維去思考 服貿協議所帶來的可能衝擊 但很多人心裡面擔心的可能是政治的 可能是文化的影響 OK 那我們等一下進一步探討 我們的媒體的表現 那我想請教這個洪森林老師 因為洪老師 據我所知應該 洪老師在進入學界服務之前 應該短暫在媒體服務過 所以洪老師對於新聞的實務是非常了解 那這十天的各家新聞台 各家平面媒體的表現 其實大家有目共睹了 每個人心中自有評價 那麼想請洪老師 以他之前的新聞專業的背景 以及他作為一個傳播學者的角度 去評價這十天來 台灣媒體的表現如何 以及在這樣的媒體的迷霧之下 我們每個人都是為樂聽人 我們樂聽人應該要有 怎麼樣的試圖的能力 可以保護我們自己 可以幫助我們找到正確的訊息 那我們請洪老師 看到我們在拍攝中 各社群通知了 換人 我們在拍攝中 然後 可以 感谢观看